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通常接到罚单你有去说 我不是故意的啦 可不可以让我不要脚有这种东西吗 我当场就会骑求警察哥哥求警察弟弟了 其实好像不要帮我开红单 但通常他们只会搬起一张 你说你赚那么多你当然要缴钱 奇怪我赚那么多 那远通集团没有赚得比我多吗 我才不相信了 总共基欠多少钱啊 你说谁 远通 远通 远通呢其实2011年的时候 我刚刚说每天是罚50万嘛 那其实到2012年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达到这个ETC的门槛 那所以他的违援金应该要罚2.2亿 可是还是没有罚 那到了2013年 他还是没有达到所谓的年使用率 要高达七成的这样一个门槛跟标准 所以呢他应该被罚的金额 是高达4.04亿元 但问题是远通就说 没有啊 这个合约虽然大都是这样签 可是呢 这个环境不一样 我们有在努力啊 所以远通到后来 他还是拒绝缴这笔金额 拒绝可以拒绝 我就觉得很扯 为什么远通可以拒绝缴呢 可是我们看一看 我昨天看到掉了一份新的数据 因为其实这几年 民众因为误闯ETC的民众 被处罚的金额高达7亿 我们民众每一个都乖乖缴缴缴缴 太夸张了 为什么远通可以不缴缴 我们就一定要缴缴呢 政府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可是他好像是说 因为他有改善的方案 所以可以不用缴 那方案是什么 他有改善吗 我想请教 他的改善的方案到哪里 他如果真的有改善的话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我们会被重复扣款 然后呢 刚刚又提到这么多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案例 大家都觉得远通就是在搞鬼嘛 对 这一点我要补充一下 我一直觉得他的改善案例很奇怪 他就之前红外线换微波 换微波就是改善了 那为什么他一开始不用微波 一开始其他人 他一开始用微波就好了 搞不清我在干什么 好奇怪哦 你看看哦 远通其实从ETC时代 到现在的ETAC 真的是频频出包 当初的ETC 到2012年11月份的时候 才来到了六成以上哦 可是好不容易啊 冲破了五成对不对 人家要拆掉了 现在换成ETAC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对不对 就是明明呢 你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然后后来呢 这个远通就很认知 那冲冲冲冲冲冲了之后呢 终于是突破了 我们刚刚看到 他其实已经有达到 这样的一个门槛 可是呢 达到门槛之后就要拆掉了 所以正效是怎样 就是一个很奇妙 对 博行哥 现在大家有疑问了 听来听去好像这个观感不是太好 ETAC到底要不要装 我们先来讲讲看 安装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当然安装有它的优异点嘛 就第一个环保嘛 是 然后再来就是呢 它可以节省那个 交通公路的塞车时间 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塞车 是在那个所谓的收备站 前面会塞车 那因为它有这样的ETAC 它变成说 我可以时速100公里 114公里直接开到目的地 就可以检查塞车 那环保也是一个部分 那还有就是呢 就是我们应该就是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 我们的车的耗损部分 对 我们这车子对的 如果急刹车或是开车 也是有耗损部分 缺点呢 缺点的部分 缺点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嘛 为什么九折跟没九折什么差别 对 我真的搞不清楚 还会被打托 都一样啊 对啊 都搞不清楚啊 当然而且你看 我今天安装它有优点 那我不安装也有优点啊 不安装有什么优点 我不要只要一样想九折啊 而且我不安装 还有VIP的服务 为什么 就是我不安装 对不对 你要人工帮我处理 对 我安装你电子帮我处理 对啊 好像不安装比较高级耶 怎么会这样的搞到 对啊 我就不能够理解啊 对啊 我真的完全不能够理解啊 所以燕玲姐身为这个消费者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一大堆问号啊 我反而没有安装 我服务力还更多啊 这怎么回事 对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ETEX的费用 目前看起来问题是一箩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很多很多相关的事项 比如说你扣款失败 你要补缴手续费的话 远通门市说 那就来处理啊 所以你就来缴啊 那我们到我们的门市的话 就免手续费 这合情合理 可是我一定要骂 而且我从远 就是这个ETEX上路的第一天 我就在友台的节目 拼命骂到底的 怎么说 你为什么便利商店去缴钱 一笔还要收五块钱的手续费呢 这个我也缴过耶 我都缴钱了 我还要收手续费 这个很扯的原因是 一华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不管是 信用卡的账单 或者是其他的水费电费 我们去便利商店缴钱 请问我们有再多缴 五块钱或十块钱手续费 没有嘛 因为这本来就是你集团 你这个任何收你的一些 服务的时候 你本来就有一些 相关的成本产生 可是你这个成本 你不能够转嫁给消费者 是 对 那所以其实我现在要呼吁 你这个五块钱 你赶快给我 想办法取消掉 而且还要再骂了一件事情是 远通当初说 那个我们的门市 至少会有2000个据点 不好意思 现在几个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离2000个 差很远 你是嫌我们数学不好吗 差好远 差很多 所以你起码要把这个 相关的一些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据点 你要赶快把它扩建好 不然这样民众 才会觉得更方便 第二个 扣款失败的作业处理费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扣款失败的话 第一次 这个远通 它会寄平信到你家 那其实就没事 你就赶快去缴钱 那第二次 你还不缴钱的话 它就会寄挂号 寄挂号的时候 你就要收取50块钱的 这样的一个 作业的一个处理费用 它去挂号给你 你要付钱啊 不是 挂号费不用付钱 但是你 你拿到这样的一个信件之后 你要去找钱 然后就会产生 所谓的作业处理费 50块钱 50块还有作业处理费 对 这50块钱不是挂号费 而是作业处理费 怎么一找到机会 就要A钱呢 对 你讲到重点 一找到机会就要A钱 所以为什么远百集团 然后远通集团 今年呢 相关的集团呢 可以加薪3到5% 是不是因为这些钱 都从我们身上A过来的 哇 真的什么 都是可以用 那赶快把它讲完 除值方法 远通门试眠手续费 一样嘛 便利商店一次五月手续费 又要5块 大家不要觉得5块很少好不好 扣时期就50块 50块可以买个国民便当 好查看鱼儿 你可以上网 或者是便利商店查 其实我觉得对一些年纪 比较大的 伯伯叔叔阿姨们 不会上网怎么办 这点我一定要抱怨一下 不是每个人都会上网 而且拍摄很多人 可能是50岁60岁 你知道怎么上网 有的会说我有APP 到现在APP还不能用 对啊 远通的APP 我用iPhone 我在今天 对不对 在出门前 对不对 我用iPhone看我的 有的APP 还是不能看 是 那我就不能理解 那你说便利在哪里 怎么会这么这么多的 不方便的地方 真是扰民 但另外呢 民众我们来帮民众 消费者把握一下 这个自己的权益 因为我们好多问题要问 如果现在我的余额不足了 我里面有300块 可是我要被扣 360块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不足60块 直接去超商来缴现金吗 柏青哥 可以啊 就是你如果说 有余额不足的地方 对不对 你只要去 就是他 如果说你是e-tech的用户 他会 第一次他其实会发简讯给你 他发简讯给你的时候 你就去超商缴费就好了 但是你要缴费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打九折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是在收到这个讯息 三天内主动去缴的话 是 一样有打九折 但是超过三天就不打折了 超过三天就不打折 对这件事要注意 不打 那万一我就是没有扣 我没有办法在三天自己去缴 我也不能够理解啊 就没有折了 就比照电话账单 你就过来 我就处理就好 为什么一定要三天内 但是我有没有这个期限 比如说多久之内不缴的话 会被罚钱吗 有有 他应该是这么说 他有个罚款没错 他就是刚刚说嘛 简讯 OK 那第二次发贫信给你 那发贫信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是上半月 对不对 我那个过的那个高速公路 我余额未缴 所以我没有缴钱 他就是在下半月的27号寄给我 那我只要在隔月15号之前缴了 那就是第一次 那隔月15号如果没缴的话 他就会寄挂号 寄挂号的 就是要50块处理备啦 就是燕姬姐刚刚讲那个东西的 如果再没缴的话 那准备收罚单哦 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现在这个消费者 好多好多的问题要来问 如果我已经申请e-check了 可是我没有上路的话 没有上路哦 车牌辨识错误 或者是被冒用的话 那我又该怎么办了 博信哥 这个我就非得 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今天特别打电话去远通的客服 你又打进去 你又打进去 这不简单 对不简单 我打进去问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说 那我如果被冒用的 或是你辨识错误怎么办 你会不会主动告诉我 远通的客服跟我说 对 你要自己发现 蛤 要自己发现 所以我每天都要当科男 我要去看看有没有错误 有没有错误 每天都要去查 哪有那个美国时间啊 也太奇怪了 我觉得太扯了 你觉得这样子合理吗 因为系统要先做好啊 对啊 你就是莫名其妙 我这个用路人 我都已经不知道 我到底经过了哪几个 这个车门了 对不对 这个道 没错 可是我还要自己去查说 我有没有误闯 我有没有多一下 有没有什么少一下 或者是我被冒用 我还要自己举证 对啊 自己举证 就是你重复扣款 被冒用辨识错误 都是你要自己举证 你没发现 那远通就赚到了 好奇怪哦 那其他还有没有一些争议啊 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 这个e-tech如果坏掉啦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又该怎么办呢 柏西哥 讲到这个e-tech坏掉 我就不得不实际说一下 好那e-tech坏掉呢 那我们都知道呢 现在是一台车要配一个e-tech 对 那如果你e-tech故障的话呢 三年内呢 非人为损坏的话 可以提供 对 那如果是人为损坏 不好意思 又要钱 你要自己付225块 是 哇 又来a钱了 对 然后三年后呢 不管你是人为或是非人为 都是要付225块 可是用久了本来就会坏啊 所以呢 当然有些小技巧啦 是 有技巧就是呢 你就把那个撕下来 对不对 然后跟他讲说